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带您深入探讨中国在南海发现的一个大型天然气田 这个名为零水36横线1的气田估计含有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是世界上第一个超前水超深水气田 这一发现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宣布 并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核和注册 气田位于海南岛东南海域 中国以九段线声称几乎整个南海 这引发了与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的主权争端 在这些争议海域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经常引发紧张局势 零水36横线1气田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南海的资源基础 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个重大提振 但也可能面临来自其他生锁国的外交和政治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在南海最新发现的一个大型天然气田 这一新闻首先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并且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证实 这个重大突破无疑将对区域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让我们详细了解这一发现及其背后的复杂背景 新华社报道 中国在南海发现了一个名为零水36-1的大型天然气田 该气田估计储量超过1000亿立方米 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超潜水超深水气田 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成就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NOC在今年6月宣布了这一发现 并已于近日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核和注册 虽然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气田的确切地理位置 但指出其位于海南岛东南海域及中国南海声称的九段线内区域 南海是一个资源丰富且充满争议的海域 中国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 都对该区域有重叠的主权声索 长期以来 围绕石油和天然气勘碳开发的争端 在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升级 零水36-1气田的发现 无疑增加了中国在南海这一战略区域内的能源储量 总量已超过1万亿立方米 根据NOC的声明 零水36-1气田位于南海西部 平均水深约1500米 主要的含气层为第四季的勒冬组 平均埋藏深度为210米 此气田在测试中 每天可产出超过1000万立方米的开放 流天然气 NO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周星怀指出 南海一直是公司增加天然气储量和产量的主要区域 零水36-1的成功 测试进一步扩展了南海万亿立方米 气去的资源基础 公司将继续加大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力度 以提高能源供给能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中国在2023年花费约643亿美元 进口了1.2亿吨液化和管道天然气 发现本土大型储量无疑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巨大提振 然而 南海区域的油气开发并非一帆风顺 可能会面临来自其他生锁国的外交和政治风险 2014年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钻井平台 海洋石油981号在靠近西沙群岛的争议区域作业 曾引发越南的广泛反华抗议 北京也一再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在南海的单方面油气开发 据报道 中国海警船只曾干扰马来西亚的天然气项目作业 中国和越南船只在有争议的万安滩油井作业 上多次发生对峙 这个发现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源上的利益 它还涉及到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 首先需要理解南海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 南海不仅是重要的国际航运通道 也是丰富的渔业和潜在的油气资源的所在地 对这些资源的争夺 使得南海成为国际冲突的热点区域 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覆盖了几乎整个南海 尽管这一主张在2016年被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定为无效 但中国依然坚持其立场 并在该区域加强军事和经济存在 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 发现新的天然气田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气进口国 而国内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长 使得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 零水36-1的发现不仅可以减少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 还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来缓解能源短缺问题 然而 这一发现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南海周边国家对这一发现可能持谨慎 甚至是反对态度 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 长期以来 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 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表示不满 担心中国通过资源开发进一步巩固 对该区域的控制 事实上 中国在南海的每一次大规模资源开发 都会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 此外 南海的资源开发也面临技术和环境挑战 超潜水 超深水汽田的开发 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以及巨大的资金投入 环境保护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破坏 需要严格的环境监控和管理措施 从全球视角来看 中国在南海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可能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影响 作为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 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和市场格局 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开发本土天然气田减少进口 将对全球天然气供应商构成压力 特别是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 总的来说 灵水36-1气田的发现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和资源突破 但其背后隐藏的地缘政治 经济和环境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如何在开发这一资源的同时 平衡国内外的各方利益 将是未来值得深入观察的课题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这次在南海发现的大型天然气田 真的让人兴奋不已啊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 这是一千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呀 这将大大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 难道不是吗 楚天书同志 先别高兴太早 这个所谓的重大勘探突破 可不仅仅是挖到宝藏那么简单 在这片争议多多的南海 这可是个政治炸弹 你忘了2014年中国和越南 因为海洋石油981号平台的 是差点掐起来了吗 哎呀 谢琪琪 这点小摩擦算什么 你要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2023年光是进口就花了643亿美元 这次发现的一千亿立方米天然气 不仅能减少我们的进口依赖 还能提振国内经济 这不是好事吗 楚天书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难道你忘了南海还有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吗 他们可不会做事中国在这里挖宝 这么搞下去 会不会最后天然气没挖到 反而招来更多的国际争端呢 谢琪琪 别总是这么悲观嘛 南海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依据历史和法律 我们有权在这里开发资源 再说了 重大突破就像长城一样 是我们实力的象征 只要我们保持强硬 别人也没办法了 哈哈 楚天书 历史和法律 这种话你给国际仲裁法庭听听看 当年南海仲裁按中国可没赢啊 而且你以为其他国家会束手就擒 还是说你打算靠熊猫外交来解决这个问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希望能够到大家的试图